原笑好呀 我是小玩瓜 好久不见了 先来这里跟大家说一声道歉 sorry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当中耽误了些时间 所以都搞脱了比较久 然后 今天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应该还是袁小姐 档圆都吃了吗 不要跟我一样拿鱼碗帮助档圆 认为糊弄糊弄过去 昨天是情人节 然后在直播 本来因为自己会破坊 因为真的好离谱啊 我跟你们说 昨天有 就是女朋友给自己发红包 然后还特地截图给我看的 有一大清早 就给我 给我就是 看起来像是祝我 节日快乐 其实是来搞我心态的 还有个好兄弟一个礼拜之前还是单身 昨天突然就脱单了 连夜脱的单 这是哪吓的单呢 这还能连夜脱单呢 反正就在 14号晚上直播之前就在想 还没进直播间的这一个两个的嘴脸 就那么丑陋了 但是最后结果是大家对我都挺好的 我昨天 昨天就几个小时前 过得很开心 其实想想 每年都是 每年都以为 就是在直播间过情人节 会很糟糕 毕竟每年 你到这时候就哭 就很容易播放 你知道吗 因为 但是最后结果发现 关心自己的 爱好自己的人 真的很多 你也是吧 今天给你们带来两个声音 两个新 不算特别新 之前出现过 就突然想做这两个声音 过年都休息好了吗 然后 接下来上班 上学的 要 到下一次放假 就是五一了 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你们注意到这两个了吗 这样 不好意思 话有点多 你们综合一下 我上两个视频 话有点少 所以今天话有点多 就 这样才对嘛 对不对 总的综合下来 我看了一下 我过去的一年的视频里 话其实 已经减少很多了 因为我有很多话都放在直播间说了 就做视频的时候 就觉得 就 话少一点 把声音做 做好就行了 这两个 是我家的两个宝贝 这是我的 邦丁 应该认识吧 以前有他的视频 这是我家老二 饭扫光 估计再过 几个月 最多半年吧 应该可以带去 哥丹丹 可惜 哥丹丹 不能做出发音啊 然后 这个图是我的 好姐妹 天天 做的 好 洗 清碗放在这 你们喜欢哪一个 这是女孩子 这是男孩子 Shh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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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是我在逛街的时候 看到的 我一般看到这种一看是木质的 再一看这个形状 我就拿到耳边 然后开始试 当时没想太多 直到我看到有一个营业员小姐姐 用一种很嫌弃的眼神看着我这儿 就大概没搞明白 为什么有人把酒杯套在自己耳朵上 感觉很不畏生 感觉我当时那个动作 那营业员小姐姐肯定在想她干嘛 这个杯子人家还用不用呢 我觉得很羞耻 就把它买回来了 还好她的声音听起来还行 不然的话 我又不喝酒 又可惜了 听一下这个 这是两个木头小酒杯 就是梦 听起来 声音 known 反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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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